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和武党节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 今天是同场出席了庙宇庆典 但是近期黄珊珊也被质疑了 说在她的教育政策发表会上 教育局长曾灿金居然是请假来出席 这一跟2015年 当时柯文哲所公布规范的政务官 不得请假为选举站台相误违背 那么对此呢 柯文哲回应了说 还是要回去查查看 骑行将手中的葫芦倒进盆中 为市民祈福台北市长柯文哲 和武党及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 再度同场出席庙宇庆典 不过两人台上合体 庙房准备座椅上也贴着前副市长 被质疑这难道又是一次行政不中立 不只同场出席惹议 教师节当天黄珊珊发表教育证件 教育局长曾灿金请假到场立体 虽然黄珊珊事后解释政务官没有立场问题 但2015年柯文哲亲自公布政务官行政中立规范 政务官不能上班请假 从事站台拜票等助选活动 如今却被狠狠打脸 柯文哲不多说眼看任期倒数三个月 蓝绿阵营盯得紧 市府却再传出出走潮 殡议局长傅永茂以健康为有请词 统计来看柯文哲市府任内离职的政副首长 竟然有多达一百一十二位 认真负责的公务人员都不愿意干为民众党的权盟 所以现在的台北市大家都在弃船 议员质疑官员沦为民众党打手 才让市府出现跳泉潮 也让人质疑现任前这两个多月 柯文哲市府最后这里路到底能不能安全下庄 记得陈敏华 陈思琪 SNG小组台北乔茂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